木瓜番茄煮藕丸 木瓜番茄煮藕丸 听名字就能知道 这有什么 这三种食材 这是西红柿番茄红素 然后木瓜 培的胡萝卜丝和叶黄素 然后还有莲藕当中的碳化合物 这三个组成起来 一起把这个搭配给我们的丝纳厨 丝纳厨您来三桌好不好 先把对元链改一下刀 切成丁吗 对 成大的块 大块 好 这个木瓜咱在节目中今晚给大家介绍 木瓜当中含有的这些酶 都是比较丰富的 蛋白酶了 脂肪酶了 有助于促进消化和吸收 这一块也是我们喜欢它的一个其中的原因 那你看这个木瓜搭配一个配菜 然后我们这边又搭配个西红柿 大家知道这个西红柿在西餐中 尤其是意大利餐法餐中 离不开它 西红柿本身就是一种水果 也是一种蔬菜 可以怎么样吃的都可以 而且大家都很喜欢吃这种蔬菜 你像我们今天可能要熟做 蒸熟的话 里面的释放出了番茄红素来 对于我们体内的这种 抗癌是不是有预防 可以预防前列腺癌 除了前列腺癌的各种慢性心脑血管疾病 也有好处的 其实生吃也好 熟吃也好 都无大所谓 我们要根本的目的是药和它干什么 你生吃它的维生素C含量也很高 你如果熟做维生素C含量低了 但是番茄红素也上来了 无所谓 只要你需要怎么样都可以 其实不同的做 不同的营养 好这边咱把这个熟切成细丝 切成细末 应该算小末儿吧 对对对 好 把欧碗 这个怎么用这么大量今天 对因为这是有欧为主 今天就吃这个欧丸 今天这个虾 把虾你看的摔成馅儿 把虾馅提了以后 比较有焦性 您这个之前是怎么做的 就是说把虾馅提了以后 把虾胶用刀在家里 把它剁碎了它 然后再摔打它 对对对 如果说咱今天做的不是这种海鲜口 而是这种丸子 可不可以用猪肉馅儿 猪肉牛肉羊肉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想吃藕丸子的什么肉 无所谓 好嘞 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虾胶这边睡好了 睡好了以后 把我们吃的藕丁把它放进去 把它放进去 把它抓一抓 把它搅一搅 抓一抓 好嘞 然后再加一点调料 这是来点盐 稍微加少许的行 少许 少许的盐 咱今天要做这种大丸子 还是说那种小丸子呢 做一个小丸子 小丸子 汤水的那种 汤水的小丸子 这一般就好了 OK 就差不多了 这样的话 把丸子随时也穿出来 OK 我们就是开水 然后之后呢 开始穿丸子 怎么穿这个丸子 以前大叔教过我们做丸子 你看这个小巢 这么一挤 做个牛肉 看起来挺简单的 做个丸子 抓挤挤挤 然后之后一刮下去 对 好 我们是开水的时候 下入我们的下巴 不要开水 一般就是说 用那个 温水 就是说大概 四开 飞开的那种感觉 四开飞开 对 朦胧的水 因为开水以后 煮的丸子就比较 散了 散了这个比较容易老 因为我知道这个做虾丸子 海虾丸子是最机会老的 对 牛肉丸子也是 老了也不好吃 对 好 有的时候在家里做丸子 你会发现 在饭店吃的特别紧 自己做的就特戏 大叔这个在于什么呢 这个吧 这个虾巴 一般新鲜的虾巴 还水分比较少 没错 一般就是说这个 这个比较有筋道 然后这个虾巴 我刚才讲的 把它打上 多碎了以后 在家里 然后最乖的 接一点 就把它摔上胶 用摔 摔 就是摔的 粘着乎乎的 对的 把它摔上胶 摔上胶 就先摇一个方向脚 然后再摔 咱在家里 如果说对牛肉丸子 羊肉丸子 是不是也需要打 对对对 这样好吃一些 但是比较劲道一些 越摔 越弹性一些 又就是紧了 对对对 好 这边咱慢慢烫着 大概到烫到什么程度 这个 玩着吧 就是说这个 稍微 这个这个 慢火劲 一定要不用开锅 开锅以后吧 它这个口感不好 今天这道菜呢 是一道汤水菜 我估计它的味道 应该是甜中带点酸 酸中带点鲜 因为我们这两种配菜 就能看得出来 太漂亮 西红柿 酸酸的 甜甜的 木瓜 本来甜甜的 混在一起 果香十足 还有一点酸的 今天我们用的油 非常的好 健康心带 给您种方的推荐 那就是进入于 深海鱼油调和油 这种油呢 有三加物质 能够对老年儿童的 这里发鱼非常有好处 所以建议你在家里的时候 试一试 鸡龙鱼 深海鱼油调和油 然后用葱花 敲一下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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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今天这个蔬菜 西红柿 包括我们的木瓜 需要炒吗 对 特别西红柿 木瓜不用炒 西红柿要稍微炒一炒 对 煎点油 煎点热 对对对 首先我们加一点少许的番茄酱 番茄酱 番茄酱我们这个大概有多少量呢 这个差不多吧 就这一份吧 差不多用35克够了 那就是我们平时大汤勺 一个汤勺就可以了 然后吧 一个汤勺 炒了以后吧 西红柿一定要炒一炒 就是西红柿把这个粘度把它炒出来 你看一炒它的粘度比较稠了 是吧 也不见得 一定到这个步骤把西红柿炒得非常软 一会儿咱们煲的时候 西红柿可能就慢慢来 对对对 变得有点粉了 稍微炒一些好吃一些 没错 而且你看炒的特别黏 对对 好 然后用我们愿味的虾汤 一个一个都浮上来了 就浮上来了 感觉像爆肥的一样 浮上来了 你看 然后把它炒好 直接有圆汤放进去 对了 这样比较鲜一些 其实这个煮 我们今天虾完汤 您在家里下面调的好吃 海鲜味的 绝对是 就跟焦灯鱼带用的这种海鲜面 咖喱面之类的 差不多 对对对 好 这时候我们就放上木瓜 然后这放上木瓜 好 木瓜一定要最后放 没错 这个木瓜不能炒 一炒的话 它就囊掉 已经失去了水果的味道 没错 因为它会在炒的时候 把油里面的一些兴气吸出进去 没错 但你在炖它的时候 它是利于它释放 而不利于它吸出杂杯 所以你吃木瓜的时候 又软又好吃 对 你看这道菜吧 这个颜色很特别 有活的 有红的 它有白的 白里透红的一个 而且隐隐约约看到 我们的藕丸子里面 还有兴兴点点粉色的虾的颜色 对对对 好 这时候我们需要改火吗 大厨 这需要火吧 不要太大 小火吗 就是说不是中火就可以 中火 对 中火开锅就行 中火给它开锅 咱能够上桌了 然后我们再加一下调料 这时候也要加 对对 少放少许的盐 刚才我们的虾椒只是放点底味 这时候是调我们这个汤汁的味道 来一点点盐 一点点盐 因为这个不要加的调料太复杂了 因为本来这个不需要深颜色的汤 咱们这个就不用加糖了 这个不能加糖了 现在锅中慢慢的咕到这 不过差不多了 好了 因为我们这个虾丸子 已经渗透了一点汤汁这种红颜色 红的颜色 然后这个汤也比较稠了 我在这看不到这个藕 藕好像是埋伏在虾碗里面 对 刚才那个是红颜色 红韵当头 这个是橙色的 代表信向市场 白色 白里面凑着红 没错 这道菜其实我觉得好 很适合这个鸡的来吃 这个鸡的多点干燥 对 经常会感觉呢 喝水总是忘了喝 但是你吃饭的时候呢 感觉特别口渴 来点汤水菜 好 我们来 一起 一起来尝一尝 好吧